味噌 味噌 �噌 聽了 看見的節目是 CIOC自動車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Z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師友 今天有人來踢館 今天你塞一下就是在踢館的啊 這麼說 互相 找到他們的優點 讓最鬧氣求進步 最近我們的好朋友 龍鳳腿放帥喔 買了一台這個MADO S 不是P版的啦 不是 靴性比較好的 直接P版的買下去 差五十萬的那種 蛤 這麼差五十萬 但是保險差幾十萬 沒有啦 保險差差不多兩萬幾個 差兩萬多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衝 因為這台車我買 它已經有670匹馬鈺了 其實老實說 我們在路上隨便採都超速 我覺得你在買到P版 可能你也用不太到 剛剛那段把它解起來了 前直放球星 網紅方旭勇坎城 開在路上都超速 我和啦 你剛才跟你說 我也說很容易超速 我們盡量控制不會超速 對 我們在合法的速電範圍內 所以他今天開來 跟我做一下比較 懶叫啦 就拿一個懶叫來 比另外一個懶叫 你和他講什麼 其實這個Model S我也沒有開過 那我要先訪問你一下說 特斯拉那麼多的車款 為什麼你要選S 第一啦 從外觀上看起來 我比較不想要跟別人一樣 可是我講實賽的 你遠遠看我也認不出來 我以為是Model 3 Model 3的頭燈在這 他比較銳利一點 比較銳利一點 他比較寬一些 所以你覺得路上比較少 路上比較少 是一點啦 那再來是 我是有去試乘過啦 那開起來的那種感覺 真的比較衝 是我想要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給的比較 那你那時候買電車都沒有考慮其他的牌子 就只考慮特斯拉嗎 其實有 你這台我也有考慮 但是其實有一個重要 他的行李箱空間 我經常在外面 行李箱是我很必要的一個東西 有時候四個人出門 行李塞進去 我之前的劇遊戲一下子就滿了 其實我知道他很認真啦 他幾乎是以車為家 你搞車多久 搞車兩星期 他交車兩禮拜 里程已經是我的四倍 我已經交五個月 我才開一千 你已經開多少了 三千七百多吧 兩個禮拜 晚上再回台灣 就大概四千 夭壽啊 你看 他真的是重度使用者 車子對他來講舒服啦 還有常常要長距離的一個行駛啦 還有這個以車為家 上面要放很多的行李啊 球具啊 洋 洋傘啊 洋傘有放兩把啊 對 之類的喔 他需要很足夠的行李箱空間 還有乘坐也要舒服啦 之前那個GLC坦白說 對你來講 有點太小 真的我這樣開起來 真的是比較小一點 當初你在開的時候 你可能沒感覺 你現在換開這個以後 你會發現 你之前的車是不是太小 我那天回去刷我的GLC 他的寬度 我感覺我的手過去 就摸得到那邊的車窗 對啊對啊 距離比較緊湊一點 現在這個你摸就不會 沒台無錢 他現在都沒台無錢就睡了 他不會去換啦 距離比較遠嘛 你說錯話要拔你頭 也沒那麼好拔得到 要拔刷過而已 你還會比較辛苦 稍等 欸 你要就四庫車 你知道嗎 四庫車 怎麼說 你看 他還吃到四隻蟲啊 喔 兩隻 喔 三隻 你每台車 頭上都這樣 開高速公路一定會有嘛 現在又比較冷喔 那怎麼有人可以再擁抱 哇 夭壽啊 好 來 我來參觀一下啦 外觀好了啦 你這個回來之後 你還有幫他處理了什麼 我做的犀牛筆嘛 交車那天就犀牛筆 哇 夭壽啊 新車犀牛筆都貼了 其他 其他沒有 其他就一些配件啊 啊 連天也是原廠的 原廠的 本來就是小光黑 本來就是小光黑 全原廠 那時候有加選什麼嗎 他也不能選什麼 他最多就是在選一個 21吋的鋁圈 這個19 都沒有選 就是他原來的 多少錢 就買來就是這樣 對 環葉上都沒有選什麼都可以 選那個白內裝 白內裝 我求你很久的 你現在想到 你有白內裝 他是用暗的伸出來 對 那你如果沒伸出來 我就不能開了 你的手機又在旁邊 手機在旁邊 我都走過來 其實他就會自己打開 現在是我們QB 這樣把它QB 這個原來就有雙層玻璃 對 那我雙層玻璃要花那麼多錢 我要比一下誰的好 搞不好我的比較好 對不對 那搞不好薄薄的 兩層而已 差不多耶 真的差不多 瞄不到 我想說他拿兩片薄的夾夾 跟你說雙層的 我還沒有認真看過 有啦 真的雙層 厚度差不多 我那個還要花錢選 那你怎麼會選黑的 整個都黑漆漆的 水切什麼都黑的 我本來想要選紅色的 我覺得紅色也比較漂亮 我沒有不同意 白色我又覺得 路上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就選黑的了 好 白內裝不錯 白色色啊 我覺得有點死白耶 這不是硬尿的 這家很白耶 他是真的很白 不會 我跟你講啦 再過半年 再看到他的車 就變淡黃色的 會變米白 我是不知道你啦 看你怎麼吞 我會覺得可能會有一點難照顧啦 不過他也蠻顧車的 他前一台車也是顧到不行 對不對 白內裝還不錯啦 他這個木頭的飾板 一樣東西大平板 哇你那個還要做兩個手機架 一個人一個就對了 對啊 他那個是FOR特斯拉專用的 他是吸在我那個螢幕的後面 我看到了吸在後面的 方向盤最帥 這方向盤 等一下開一下 我沒開到這四方盤 好想開看看 到底好不好開 他的方向燈 這個是真的需要適應 對他改按了是不是 對啊 怎麼按 就左邊右邊啊 他的喇叭 把你做在這裡喔 喇叭不是在中間 喇叭也是一個小按鈕 對 喇叭我覺得最困難 但是我理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真的 你要趕快按的時候 你就右手直接按這裡 蓋住就對了 就會按到了 但是可能你會 速動到雨刷啦 如果在日本 雨刷動就代表要轉彎了 又放下 特斯拉看很多了 S第一次看 後座 這個是你開車的空間嘛 這空間好像 也沒有想像中的大 而且我覺得他後座 看起來座姿也蠻低的 對 坐看看 我其實還蠻軟的啦 這有移動式的內裝啦 怎麼這樣啦 我沒用眼鏡 我沒手心摸到 我想說這質感不錯 不過我蠻喜歡他這個 反皮的那個 ABC柱啊 天篷啊 反皮的內裝 還有一個就是 他的地毯啊 也都是長矛的 這都是長矛地毯 後面也有平板喔 對啊 後面可以看YouTube 可以看 可以調風量 它風從哪裡出來啊 這上下 這裡有風喔 真的耶 它風是做一條在這裡耶 我想很爽耶 它風這樣子耶 很屌耶 它風是從上面這一條 這裡沒有做一個出風口 從這邊吹出來 而且還可以調你要的位置對不對 哇 酷喔 可以看YouTube 可以玩遊戲 音樂它也可以幫你調 哇 還可以顯示耶 這種很適合現在年輕人 他大概你有沒有很喜歡這個功能 可是這個功能你開車 你又用不到 真的用不到 就比較炫啦 對不對 你看東西就是好買 連後面都還有手機架 特斯拉出久了 在對岸也很多 所以東西都蠻好買的 你這個是不是遮陽臉的價值 扣子 對 還不知道 其實說實話都還沒用到 我看那個 大陸那邊很多人在賣 有的是手動的 有的還可以電動 只有電動耶 有 它用機之後 它做開關也可以電動 這個套件很多啦 我跟你講 這個跟我那台差最多就是這裡 我那台 我要買一個後行李箱 防水托板都買不到 我在網路上找都找不到 後來我打去業務 我說你們叫不叫他 他說可以 他在幫我叫 我自己要買我買不到 五門的東西很少很少 四門的還有機會找到 大包啊什麼四門 有好幾套可以選 然後我的 我看來看去就是看到這一套 這也是專用的 面紙盒 這也都是特斯拉推套 這面紙盒直接用 直接用這個吸它的這個圓盤耶 你看你直接吸著 雖然有點 會掉嗎 不會掉 絕對不會 而且沒有業配 硬動還是會掉 但是開車應該是不會 不會 甩他都不會 皮革還不錯 這個皮革就跟我們當初那個Model X 是一樣的 應該是一樣的 對應該是一樣的 而且它喇叭是做到這邊 蠻特別的 它的音響我覺得蠻不錯的 有蠻大的原因是因為 一個是電動車本來就安靜 然後第二個 你這個又雙層玻璃 音響就會很加分 所以音響本身你就不用選到 像我那個BOSS的那種系統 如果是國外發音叫BOSS BOSS是BOSS 是BOSS 你不知道啊 美國人都說BOSS 不可以說BOSS 說BOSS是台式發音 是這樣嗎 BOSS 你就不用選那麼好了 基本上它對音響就是會 蠻加分的 你說後車廂空間很大 我來看看 真的有很大的嗎 鴨尾是你家的嗎 對鴨尾是家的 我剛才問你有花錢嗎 你都沒錢 我沒錢 你聽你沒有的你問的嗎 唯一在家這個 它如果是P版的 它就多一個鴨尾 不過買這個有個壞處 不能跟老婆講說 我五次保養 換了一隻鴨尾回來 沒有保養 沒有保養 有腳踢嗎 沒有 沒有腳踢 我會說我會有 還是我會說我突然 你明明你就在 在那裡 你知道嗎 你音響沒有人 三個大包 我腳踢就不見了 不是 你三米車都有辦法移到這樣 我感覺你最初是魔鏡頭 你知道嗎 不可以說 我這座四個人出來 這是四個人的行李 四個人份 而且我下面也沒塞東西 下面塞球棒而已 你球棒放這裡 要擠完的時候 不好拿 你真的要擠完的時候 我們就肯定要 要擠餐了 我想說這個要來這裡 等我一下 你等我 你等我 快走 快走 太慢了吧 我們不可能真的要拿出來 乖乖的打電話報警 報警 後面你說大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很斜啊 所以其實你能放的 大概就這樣而已 它其實裡面滿深的 我滿深的 這跟我之前的GLC比起來 它真的很有感 你覺得比較大是不是 我有試過GLC的東西 對 就滿的東西 把它塞進來 就這樣 我以為GLC會比較大耶 但是我是Coupe 啊 對 所以基本上 你覺得這個的後行李箱 還是有比GLC來的大 大 大多 它還有前面嘛 對我都忘記 我跟你講 在我的台床 我中間不要用過頭前的東西 因為我 不記得頭前有空間 沒有那個習慣你知道嗎 我一直忘記我前面 其實有一個小置物空間 所以我從來沒有 在前面放過東西 沒有啦 它有電尾門啊 你有看有組裝公差嗎 一點點啊 還是會有 真的嗎 你看到哪裡 這個嘛 這個充電蓋嘛 充電蓋有一點 你說這個跟板金是不是 對啊 欸這高低耶 你拍得出來嗎 其實滿明顯的 欸這真的高低很明顯耶 你看 有沒有 拍出了 欸這邊沒有咧 這邊 可以直接過去 有沒有 這邊可以直接過去 剛剛那個 到這邊就卡住了嘛 這邊可以直接過去 欸真的有耶 對啊 交測的時候你就有看到了 有 它也跟你講說 其實它可以調整 它說可以調整你就算不算了 沒時間啊 欸這真的有一點大耶 我看一下B柱剛剛那個伸縮的 這邊有沒有 欸這邊沒有耶 這邊是緊的 你還摸 這邊緊的對不對 然後那邊是空的 是不是裡面有東西沒塞到 還是忘記塞 真的啦 我沒跟你說算錯 我這麼認真耶 那真的 不是我你眼瞭 當初我在買特斯套 我就有這樣絕位 你真的它的竹裝品質 比較浪漫 我跟你講啦 身為一個22萬訂閱的YouTuber 沒有 又死了 我就叫你換一個聲音 啊這樣 那不好 每天在死 很不吉利耶 你最沒有用一個吃金幣 還是吃到綠蘑菇 等一下 哇 加一台 欸我等一下隨機 他用四期的 很不吉利耶 不是身為一個22萬訂閱的YouTuber 買特斯拉公差那一些 我覺得真的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怎麼樣 如何融入YouTuber的圈圈裡面 那這個才是重點 你買這台車你是想融入特斯拉的族群 其實說實話啊 還沒買之前就跟一些特斯拉的 已經融入了 從小起 加入邪教 沒有 沒有 我覺得 就我的觀念 不太可能 這個300萬的東西 人家講幾句話 你就真的這樣去買 一定都自己試過了 當初我買這台車 寶石姐我也有考慮 BMW的iX 我也有考慮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 特斯拉他已經做電車做了 大概10年了 其他的傳統車廠 可能 沒那麼多 對 在電池的熟悉度 他的一些品質上 我自己是比較相信 做時間比較長一點 可惜啊 我看你會擠他還可以死 那就是他投錢了 那個時候我選擇特斯拉 其實有一個最主要原因是這個 就是我認為他的電控系統 應該會是比較成熟的 對啦其實他買之前 也有跟我討論過 我不是說他的特斯拉 就OK啊 很簡單啊 但是我覺得 傳統車廠 在幾年後 當他的這種電池系統 電控系統 再提升起來 我覺得特斯拉會賣速度 其實我覺得不太一定 目前我覺得電動車 其實已經到達一個 還蠻飽和的狀態 你現在後面的電動車 其實越來越難賣 除非價錢往下壓 但是你價錢往下壓 沒有人壓得過特斯拉 因為這有夠多啊 當初還有一個就是價錢的問題 賓士的EQE SUV 對你那時候也有問我 360幾 iXS 你說我要買到這個續航力要400多 那這一台300 我是覺得CP值 最後才選他 便宜又大碗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啦 就是雖然這個 數量多 覺得沒那麼特別 但是呢 數量多也代表了這個車是 好照顧 好上手 功能我相信 搞不好你買回來很快就全部都摸透摸抖 接下來我去開一下 我很想開它那個方向牌 當下霹靂遊俠 你不要考 藍波落去 藍波肉機裡賣客 好不好來試一下 好出發 怎麼出發啦 你不要說不要說 再怎麼樣 我也是 這是對 排檔的話 往下排 不是 這怎樣啊 倒車 再排 有了 往上喔 往上前進 它直覺式的 為什麼電熱椅在熱 因為我怎麼那麼轉電熱椅 不會吧 這上面天氣 喔 20度耶 你腳長嗎 我想說我的腳應該很大 我開始跳 包含板是可以調的嗎 可以調 在裡面對不對 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 向上 向下 左右的就是向內向外 向內向外 好 這樣這樣 好 出發 為什麼不走 給它油門啊 欸 這支 不太好棒耶 怎麼這樣 不要習慣喔 真的藍波肉機裡賣客 哇 不太習慣 放油門不會晃 就會卡住 旁邊好多車你看 喔喔喔喔 這車很老的 你也 坐著車 完 爬 爬 爬 你被裝了 要找什麼 要拉 拉沒有啦 你怎麼拉沒有 好空虛喔 中指跟無名指不能用很空虛耶 你也知道我們人 拉習慣了 沒東西拉怪怪的 你看我在浮中間 你看 我有發展出我自己的握法了 怎樣 扁扁沒 煩耶 欸 我這兩隻指頭一直很不安分耶 怎麼會這樣 它的懸吊 可以調整 我現在是最軟的 好車 有點實在好車耶 方向盤跟踏板 它就是所謂的sport模式 風速模式是怎樣 小快 小快 覺得很像在開馬利歐賽車你知道嗎 就是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啦 但是油門不能放 我要習慣一下 放就會煞車 所以其實開這台車到現在 你用到煞車的機率 根本是零 真的用得到 油門放開它就是煞車了 你有感覺腳力進步了嗎 你在踏的會比較刺激 對啊它雖然說放開煞車 但是其實你腳還是要 某種程度你必須要去控制 你要吼著 蠻輕快的啦 然後因為現在它是調到運動模式 其實對於這個底盤的反饋 都蠻直接的 就是很細碎的它就會一直晃動 一直晃動 避震器底盤反饋的部分是不錯 但是那個方向盤 在轉輪子的時候其實不太明確 比較模糊我覺得 一般的車子我們在開我們會覺得 隨時都知道自己輪胎的方位 但這個就稍微比較模糊一點 沒有辦法能夠完全的知道自己的輪胎 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我跟你講這個車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買這個就是要選這個方向盤 你如果買別款的要選 對不對 不能選 連選都不能選 所以只有X跟這個有 對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這樣才特別 而且真的喔 它這個少了這個啊 這邊視野好很多 沒有東西遮擋 但要習慣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就不能老司機這樣 其實也可以啦 你要再同一點 對 你不能彎這手要來慢就彎不到 喇叭也是用暗的 魚刷也在這裡 現在這邊已經完全沒有桿子了 怎樣啦 說你歪了 不過我覺得高速的穩定性蠻好的 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自己車子的寬度 是蠻寬的 所以整個那個穩定性就 不好意思 剛才想說你是在霸燒的 欸太靈靈了 我剛剛手不曉得已經浮到而已 等你的棒球隊 等你的資源輸贏 棒球隊我車上也一個 我又職棒的 蛤 我剛剛真的不小心的啦 唉唷 這樣很不好意思 欸燈怎麼開 我們室內燈 室內燈就是用暗的 滑車又平板啊 不是都平板 它的自動駕駛我覺得比較麻煩的一點 你如果看這裡有一個攝影機 對 這個攝影機喔 你的自動駕駛 你只要眼睛沒有在看前面的路 它就會提醒 喔 它提醒你不知道幾次 我跟你講 欸你就那個嘛 眼皮畫眼睛有沒有 蛤 不是 以前的短距的啊 自春劍的啊 眼皮再畫一個眼睛嘛 或者是印兩個眼睛貼在這裡 試試看看 你知道嗎 你不能在車上亂來 那都穿回馬斯克看耶 我新車來的時候 他這個表彈 有寫一個同意 就是你是否同意 迴傳 對啊你車上看那個耶 好看 流出的 是馬斯克流出的 可以試試看看自動駕駛 什麼事 這個就是漆漆漆的 有啊 他現在可以嗎 哇 這個好像雷神 他那個星球那條路叫什麼 有啊 有一個在顧的那個黑人有沒有 你知道講什麼對不對 他那條路就是這樣 哇 會發光有沒有 現在你只要你的眼睛沒有在看路 我沒看到 他不理我啊 他沒怎樣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現在在隧道裡面 有有有 我喜歡 我踩煞車就解除了嘛 對 他跟車至終是滿中間的耶 跟車系統是令人放心的 但是我是覺得說 雖然是放心是一回事啊 但是還是跟大家講 這個只是一個輔助 好不好 還是要看路 要不然很多去撞那個工程車的 那個真的是滿危險 我們剛剛是錯誤的事 他只是輔助啦 對 我們剛剛只是小小的做一下測試 欸你看我都沒有踩煞車 我完美的用油門停下來 沒燈電對不對 有一些開車經驗 你還滿好 距離習慣就抓得到速度 跟放電門的那個煞車距離 抓得準就好 他厲害的 我是覺得像我導航到你那裡 他會幫你計算說 到那裡還有多少電 要幾分鐘 然後我就不用開 他就開到我 要啦 現在在台灣 他的法規的關係 在美國 你現在這樣子 你按兩下 他就自己開了 全部自己喔 連平面道路都可以 但是台灣不行 台灣只限於高速公路 對因為他那個有很多東西 他那個包含你的路牌的指標 什麼都要符合他們的國際規範 他才有辦法正確的判讀 因為台灣好像還沒有加入那個規範 所以就沒有辦法完全的判讀所有的路標 你家裡有充電裝嗎 有有有 那要差很久嗎 家裡的充電裝都是隔夜 他在充的時候 那你如果比如說你晚上回家充 然後隔天會滿嗎 隔天會 那還OK 你有在外面充過嗎 昨天從台南上來 對 我們早來早去 再包含今天 所以我昨天有去快充 你有在台北充 有 那你是去特斯拉 特斯拉的充電站 那你開了兩個禮拜 你目前充電有遇到問題 有沒有說我到這個地方 沒位置了或是怎麼樣 沒有 都沒有 現在都沒遇到 你在外面充過幾次 兩次三次而已 都有充到 有 像我昨天就是補電 從20%到60% 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是真的蠻快的 快充是真的蠻快的 按兩下 走右側南港系統 它等一下會下去嗎 它會幫你打翻燈 它會照顧它的導航走 你等一下試試看 好 下交流道就對了 那它下早道 如果再接到高速公路 它還是會 再接高速公路可以 它會再走 但是接平平道路就不行 它就停了 它這裡會跟你顯示說 我剩下幾百公尺 就它很人性化 我要考驗這個 特斯拉下交流道的公里 我方向盤不用轉 不用 不用 不用啊 不用啊 現在向右轉走 南港交流道出口 它這個自動太刺激了吧 現在就解除了 現在就解除了 又解除了 嗯 為什麼 像我們在逼 沒有 那台鍋的表現 錯了 我想說 我還沒聽過這個聲的 你想說你還沒聽過這個聲的 我還沒聽過這個聲的 所以 你說我剛剛下渣道 我必須要自己打方向燈 因為剛剛的因素是從隧道出來 所以它的GPS 可能訊號沒那麼好 對 但是如果從一般的高速公路街 它應該會自己打方向燈 我試著經驗它都會自己打 不錯啊 我覺得喔 這個方向盤真的滿值得玩一下的 因為我們開太久 一樣的方向盤 你了不起就是平靶而已 這個霹靂有瑕式的 出體驗是覺得還滿好玩的 特斯拉就是會有一些這種 像以前我們剛開始買 Model X的時候 它在那邊跳舞 OE們在那邊自動 就是很像一個大男孩的玩具 所以現在我開到這個方向盤 我也很有那種感覺 就是真的很像是在玩一個大男孩的玩具 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方向盤 我覺得是滿加分的 你不要在那裡放開 那我三年前你玩的東西 你不打算拿出來的 它還可以有外面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可以有外面的聲音 它不在乎那個冰淇淋車什麼都有啊 外面的叮噹聲 它會跟你講這是外面的 有一個聖誕的 這外面也聽得到對不對 好像也聽得到 這裡還有一個聖誕老公公的 RUN RUN RUDO 我在跳阿哥哥 好我覺得是滿好玩的啦 這個方向盤我覺得大加分 要開特斯拉就一定要開到這個方向盤 大家有沒有很想要開這個方向盤看看 例如說像Libble WC 為什麼 這個LIFO LIFO LIFO 那不會比你 吐泡的你是 好啦 那今天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呢 我們猜兩集啦 在我方教練的頻道 也會有一集我們這個試泰槓的影片 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移駕 過去觀賞一下 並且呢 把我們兩個的頻道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做結尾會手忙腳亂的 我認得講 當然人家講說提前就要按方向燈了 但是剛剛因為我們轉過來距離很短 左邊又右邊了 左轉彎之後 我馬上就要再打右轉彎的方向燈 但是我的方向盤又還在轉 所以我剛剛一剎那其實我找不太到方向燈的按鈕 我的方向盤剛剛是在左邊一半的時候 我就馬上我要等著右轉 我要再打右邊了 那那個時候我就其實會手忙腳亂找不到方向燈 雖然說是要提前打 但是剛剛那個狀況其實距離是很短的 我們一左轉就要右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壞處 它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適應它 它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最難適應 你說它這個方向盤不是圓形的 還有辦法適應 但是方向燈這個真的我覺得是更困難 這很好玩 我覺得原地停車 原地停車往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要倒退 所以車子應該是要往後對不對 這個在停車的時候已經更好笑 抓不到 走吧我閃過了嗎 右邊還沒過 右邊沒過 所以要再往前 我抓到這一根的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好像抓到一根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真的像阿嬤在挑戰狗 我呼應 我過來進來了 好硬喔 我做一個總結好了 反正我覺得它那麼多功能 是一個還不錯的車 這方向盤呢 雖然剛停車的時候打得手忙腳亂 但我覺得還是蠻好玩的 習慣一下應該是可以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開起來的感覺呢 底盤我覺得算扎實 但是特斯拉其實從以前就是會給我一個油門過輕啊 就是太輕快了 相對於我自己的Tycon 我會覺得它的底盤的那個穩定性扎實感 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雖然這台已經在特斯拉裡面算比較寬 比較穩定的車子 然後它的跟車是真的蠻棒的 至終就贏 贏我那台就打趴了 跟車搶還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啊 所以我們也只能講說 真正的熱血男兒 沒有在用跟車 沒有在至終 一定要自己開 我們要掌控我們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們絕對不把自己人生的方向交給科技 好啦 那我們這個Tycon的影片呢 也會在方教練的頻道為大家播出 也希望觀眾朋友有機會也可以去收看一下 非常的歡樂非常好笑 那我們兩個頻道也記得都訂閱起來 今天非常謝謝房教練 下次見 掰掰 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我們這個頻道會員才進行 走開啟小鈴鐺 香港人請幫忙 使用手吧 這部頻道會員日 har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